再次来看台湾超级电视的 意志节目《金头脑》 举办了台湾最聪明的人海选 吸引了超过500个人来参加 竞争非常的激烈 究竟谁可以脱颖而出 成为台湾最聪明的人呢 请锁定8月5号开始 周一到周五晚间10点钟 在南加州超市62.6台 同步热播的《金头脑》 意志节目《金头脑》的 全台海选活动 第一阶段集合500位台湾民众 大热天赶来报考 长长一条的排队队伍 人气强强滚 比赛不限年龄 不问职业 发考卷限时回答 让挑战者直接硬碰硬 比之力 而为了夺下最后10万元大奖 民众一个个是信心满满 不过谁能拿下冠军 可是个个都没把握 有的选择沉着应战 有的当仁不让 应该是没有什么问题 因为姜还是老的辣 学问是累积的 不是素生般的 过了第一关 顺利进入复赛 特别高兴得太早 一字排开的抢答关卡 答案虽然只有一个 不过每个人同时都要回答 谁答对 谁答错 荧光目前全都看得到 压力有够大 而一人串的超级难题 天问地理全都包 上次国际大事 小到任务点务都有 更让选手答题屁屁抓 请问 当时摄影师做了什么事 激怒了秋节 而拍到的这张照片 还选出全台湾最聪明的金头脑 进行终极抢答大考验 观众朋友想和台湾最聪明的人 一起在荧光幕前较劲 就千万不要错过 金头脑今年暑假最强的 全台海选系列 8月5号起 周一到周五晚上10点 在超市无限62.6台首播 欢迎美国民众准时锁定观赏 东西新闻夜泳志李中瑶 在洛杉矶的采访报导 大美国民众准时锁定观赏